抗日战争的时候 有大刀队深入日军阵营 甚至掳获了坦克 这听起来真的是很威 不过跟事实是有很大的出入 其实在任何的时代背景 宣传都是有存在的必要 我们前面有提到 你可以用客观一点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就像在那个当下 大刀队应该真的有起到 凝聚民心的作用 我们一开始也举过两位 西北军有接触过的老兵 虽然看起来大刀队 不要说拼子弹 甚至连刺刀都不见得拼得过 可是第二十九军 毕竟还是真的有认真打过 长城看战 只是最终他们是失败的 不过二十九军可能都不会想到 他们的大刀队 虽然杀不了几个日本军 可是却坚定了很多人的 抗日信心 但是他们更不会想到 因为他们根本挡不了日军 所以到了四月的时候 整个前线的部队 基本上已经是溃退 也使得实际知道情况的人 失去了抗日的信心 最有名的一位 其实就是曾经高喊 要抗日的湾精卫 怎么故事献入到汪精卫的身上 然后连他都被影响 因为这还是跟二十九军有关 其实湾精卫会有这样的转折 是因为湾精卫派他的心腹 陈公博 那个时候北山落军 陈公博他在苦笑路 这本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一段 他说他到达北平之后 那个时候长城抗战 所有的各路军都已经溃退了 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卿 他说一筹莫长 为了要稳定军心 何应卿看到的成功博 就拜托说 你一定要跟这些将士讲 中央已经有办法 不会要他们做无谓的牺牲 来看看能不能把军心给稳定下来 等于是要他们说谎的意思吗 应该是要他们想办法安住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长城抗战的交换比 有的说法是15比1 刚开始的时候 你还可以靠血肉之躯去撑 久了谁也都顶不住 总之陈公博他说 他对29军的降临 就传达了何应卿要他说的话 中央已经有办法 之后大家就暂时比较稳定一点 可是这个战也实在是 没办法再打下去 那他自己也看到了前线部队 溃败的惨状 回到南京以后 就对关京卫据实已告 他说前方将士 还没有看到日军的影子 变先做了牺牲品 因为我们的炮火射程 没有日军那么远 纵使有少数的大炮 数量也比不上日本军那么的多 这次的战争 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军事既然无法解决 那还是走外交的途径 他最后面这段话 军事既然没有办法解决 只能走外交途径 是准备要和谈了吗 是 所以很快的就签订了 唐姑停战协定 对中国而言 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城下之盟 可是也是没办法的事 最重要的是 湾精卫知道了长城抗战 就算是号称勇猛能打的西北军 实际的实力是这个样子 那他更看到了 那个时候 比如说像张学良 东北军 他们的战斗力 其实也是不行的 所以他就从过去 极力的主战 要抵抗日本 慢慢的开始有组合的倾向 在抗战的时候 才会组织南京国民政府 做了所谓的汉奸 那其中的转折 就是跟长城抗战 有相当的关系 原来你说的影响汪精卫 是这个方式 真的没有想到 汪精卫是个文人 知道大道队的实际情况之后 整个态度就大转变 而蒋介石他是军人出身 在918事变以后 他其实面临各路诸侯 要求抗日的这种呼声 他其实也都忍下来 积极的装备得谢师 也可以说老蒋深深的知道 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 我们现在常常在讲 就是中日战争的交换比 是10比1 也就是10个中国军人 牺牲的才能够 有一个日本军阵亡 看数字很惨 可是如果是跟打掉 湾敬威信心的长城抗战 相比是15比1 如果做这个比较的话 就知道说蒋介石 多争取的这几年 整个中国的军队 其实是又有进步了 所以评良心讲 有准备真的是会有差距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也跟信心有关 这也是媒体还有大刀进行曲的推播主 像是天津意识报那个时候的评论 就把调子拉得很高 他们说十九陆军松腹一战 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人 洗风口的这几场战役 使我们中国人可以重新做人 他的意思我理解了 就是其实战役的影响 不是战役本身 而是在后续 可以凝聚民心 但是这一点是我们的后来的解读 那个时候 其实像意识报 这些媒体他们的报道 他们是完全不知道 其实是打了这么的场 不过严格讲 就是单军人打或不打 其实都是一个两难 碰到的很特别的抉择的时候 媒体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一味的唱衰 真的万万全全的 把事情给暴露出来 可能很多时候 就会变成只有湾金卫 而不会有蒋介石 可是你调子唱太高了 那也有可能 就是把大家做一个全民洗脑 全部都变成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像日本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长城抗战之后 才三年多 路沟桥事变就爆发了 这一集的大刀部队 真的蛮有意思的 从他们的成立 然后到最后引出的坦克之谜 对 那我其实觉得是对宣传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不管是战争时候的宣传 然后政治的宣传 或是媒体的报道 我觉得这一集其实很写实 然后也很讽刺 不过我们平常都听老坛分享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问他一些事情 像是采访老兵的心得等等 因为其实过年快到了 我们会录特别节目 因为想说过年期间 我们不要打打杀杀 我们好玩一点 所以这几集 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 可以在留言 我们会挑选出来回答 你可以问严肃的 也可以问轻松的 但是就不要拉仇恨 好不好 大家理性交流 OK 大家就尽量提问 我们会 还是会筛选一下 因为 对我们 中立 中间路线 好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 谈兵毒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可以观看 在底下留言交流之外 也能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的Podcast 给我们留言 以及五颗星的评价 再次谢谢老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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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